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 我是石涛 美国到昨天应该已经增长到将近24万25万 那死亡的人突破了6000 你可以看到在美国疫情的发展过程中 它不像在欧洲乃至就像 你比如说意大利啊 西班牙 德国 你可以看到相当争持的过程 你也可以看到相当大的呼声 就是说不行啦 封城啦 这就是你会能够显示出那种忙乱 但美国不是 在美国在跨越这些 在人们心目中的这种数量的时候 非常的轻而易举 很简单就过去了 死亡6000多人 在这个数字在当初 在人们的感觉中 就是相当 令人感觉相当震惊的 它的基础就是在中国的基础上 中国宣布于到现在 它才爆3300多人 但是呢 它的人口密度 它的面积以及它影响的范围 远远超过今天 美国所表现出来的样子 所以人们对它质疑也好 怎么样也好 但基础是因为 当它去掩盖一切的时候 它就把全世界在判断 其他人在判断疫情本身时呢 完全出现了偏差 所以不与WHO 不与中共同流合污的 或者说被WHO跟中共 排斥在所谓的信息交换之外系统的 台湾就独善其身 没有第二个能够像它那样的 没有第二个 所以就显得非常的特别 再给人们教训 再告诉人们说 真正的病毒是中共病毒 那它伤及人们的本身呢 在同样表现出它背后的故事 这个病毒是不好的 对人而言是伤及生命的 但是病毒的本身背后呢 又有着神的因素在其中 这就说狐狸是妖精 但妖精是女娲派来的 这就是相生相克的理 在人的环境当中 它的道理是反的 川普到现在 还在不愿意去直接接触 就是从他的嘴里去痛击中共 去痛击习近平 他不愿意 他不愿意 那美国的疫情 就在他不愿意的背景之下飙升 根本控制不了 而且令人瞠目结舌 可是当你细看的话 你会发觉 在美国主要受到疫情影响的 却是亲中共的那些区域 那些地区 在过去的16年 能够有技术的 过去的16年里面 完全与中共价值观同流的人 这个区域的人 却是疫情最严重的 那我们通常是说民主党 那一说民主党 人说这就是政治 所以你就 人的狭隘跟观念 他在阻碍着对自己的认知 所以这就很神奇 很奇妙 川普的表现 他的生命特点就是 人战胜不了共产党 只能与神同行 而他给美国人带来的伤害呢 却直接又跟中共的利益相关 又跟病毒所打击的方向相吻合 就令人一种很神奇的奇妙的 这种相互关联 而站在利益上的人 他看不到 其实在时间推移的过程中 我们可以看到非常清晰的走向 先跟大家分享今天的数字 格林威治时间 4月3号 中午12点40分 整个全球的感染人数 103万 死亡人数将近5万5 这个数字突破5万 死亡人数突破5万 跟感染人数突破这个 100万呢 大概是2号的美国东部时间下午 大概四五点钟吧 就一举突破了 全球的感染人数 美国25万 西班牙11万 意大利11万5 德国8万5 法国6万 英国3万4 这是确诊人数 死亡人数 美国6000 西班牙1万1 这个意大利1万4 德国11万 这个法国到了五千4 英国呢 达到了3000 它数字基本 我们看到故事 现在突出起来 就是美国 美国西班牙 意大利 这种和英国 往上暴涨的这种概念 基本跟我们前面看到的故事 基本都差不多 美国最厉害 你可以看到美国的区域 纽约州 93000 新泽西 26000 所以你加起来 它就是12万 12万 跟我们刚才看到 它始终没变 它占据了美国总数的 占据了美国总数的50% 过一点 它的两个州的死亡人数 加起来 这个3000 将近3000亿 所以 而它的总数呢 是6000 所以你看 就是基本匹配的 第三位就是加州 米西根 路易斯安娜 佛罗里达 马赛诸塞 伊利诺斯 跟这个宾夕法尼亚 这前十个州当中 只有路易斯安娜州 是共和党的 佛罗里达 一半一半 剩下全是 亲中共的地区 它基本就没有 截止到现在 没有任何改变 所以这是今天 在西方社会 从来没有遇到过的 超过二次大战期间的 这种紧急的状态 因为按照 按照加拿大的 那个 那个卫生官员说 你实在不知道 病毒在哪里 好像哪里都有 他是这么个说法 描绘 人们的恐慌 人们的恐慌 人们所表现出来的 现在的方法 美国总统展示出来的 方法是什么 逃跑 逃跑 对不对 不是无法主动进攻 你打人一嘴吧 对不对 牙还牙 这都是进攻 不是 他是逃跑 不能聚机 多吸手 这个在家工作 别上班 那不是就逃跑吗 人永远战胜不了瘟疫的 瘟疫在人的这一层面 就是阴的 就是毒的 他会伤及人的 被人看不着的 可是在另外一个层面呢 就像那个 就像狐狸跟女娲一样 他是神的 神的概念 神的旨意 所以这是 按照川普的说法 在未来的30天 整个4月份将出现高潮 那4月份是什么日子 2018年出现了极其特殊的一个故事 2018年 当时的这个逾越节 是3月30号 而Good Friday 他叫圣周五 也是同一天 月节是犹太人的 是旧约 圣经里旧约的神的概念 那个神的概念就是 阳血的故事 月节 就是 如果按照埃及人的角度来讲 大瘟疫 横扫整个埃及 他描绘的是那种黑气 所以呢 摩西告诉他族里的人 犹太人 说神说了 你往 你杀掉羊羔 用羊羔血呢 把门框都给 给他染了 听话的都做 那羊羔 羊 永远代表着神的概念 所以表面上是 你杀了羊羔 实际是神在用他的血 在救赎他的族民 相信他的人 而 也就在 结果就在2018年的 同一个时间里面 是耶稣受难的日子 新约跟旧约 都是神的概念 也就是说基督教 天主教 犹太教在2018年合在一起了 复活节 在当时是4月1号 跟民间的愚人节合成一天 神是不存在的 那是开玩笑 那正好应对了 今天人们精英文化中 人们在现实环境中的 趋利者 就是威力是除 只生活在自己 这块肉上 本身是等同在一起的 这就是 这是当时2018年 当我们站在2020年 今天是4月3号 你回头再看那个日子的时候 那是习近平 修改宪法 定于一尊 开始崛起的日子 同样的时间 习近平在3月25号 26号 去建了 去把这个金正恩 请到了北京 在他完全获得权力之后 骤然欺骗了 所有曾经帮过他的人 导向完全跟中共合为一体 走过了两年 在走过的两年当中 最开始贯穿的是贸易战 一直打到今年的1月份 签合约 21个月 而在去年 我们看到的故事 是这个香港的故事 对不对 打了7个月 而从2018年 中间贯穿的是什么 朱温的开始 朱温真正的开始 是2018年的7、8月份 为什么 跟川普打贸易战 不进口美国朱 改进俄罗斯朱 进了俄罗斯朱 朱温就来了 非洲朱温 从俄罗斯传过来 俄罗斯没事 中国遍地都是 而今天到了2020年 处理人的大瘟疫的手法 是处理朱温的手法 没人知道他到底死多少人 没人知道到底有多少人感染 连他习近平都不知道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